第七百零八集 主人哪 群山峻岭当中一声凄厉的叫声远远传出 俺实在是受不了了 换人换人 小鸟到你了 前面还是对张凡所说的 最后一句却是冲着墨铃去的 在肩膀上墨铃也是没劲地垂着头 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仿佛什么也没听见 蛮牛顿时就气急了 一看墨铃是打定主意要偷懒了 还没等他怎么着呢 张凡已经一巴掌拍了下去 快点 那家伙又来了 这巴掌下来 蛮牛就老实了 吭吃吭吃继续狂奔了起来 任劳任怨 勤勤恳恳 张凡也无暇去管他 略皱着眉头回望了过去 在身后数百丈的距离上 大片大片的树木 先是被寝食而枯萎 如同朽木一般 又被距离迎面撞上 破碎成连巴掌也不到的碎木片 生长了数百年的大树 在那股汹涌而来的力量面前 是如此的脆弱 少请 八臂魔神猙獰的形象 张牙舞爪的八只手臂 跃入了张凡的视线当中 这也就是在崇山峻岭当中 有密密麻麻 层层叠叠的大树 繁茂的枝树来遮挡 若是在北江平原 怕是在远上十倍 也能够远远地看见 蛮横霸道 凶利绝伦 这才是真正的八臂魔神 与这次所见的相比 此前张凡在地下修仙界看到的 不过是一个突然拥有 猙獰外貌的小猫罢了 眼前才是猛虎 到底是什么东西 能够容纳八臂魔神 如此强大的意识和力量 行诸于外而形成实质呢 不觉之间 张凡又想起了 这么小半个月来 不曾想起的问题 不错 远离北江一片苍茫 骑血玄黄 有孤烟笔直 落日浑原的辉煌壮阔 已经是小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在这半个月当中 不禁地追逃一直在持续 整个过程中 张凡引然觉得 这个八臂魔神的身上 似乎有某种熟悉的气息 有一时无法分辨 其肉身 手臂 法宝 皆成实质 威力 成几何倍数上升 比他想象中的 更加可怕十倍 天地之间 任何一个原鹰后期的高手 能不在使用上古 奇珍一类质宝的情况下 在八臂魔神的追杀中 度过这么长时间 而安然无恙 都足以自傲了 不过此时 张凡却没有自傲的感觉 反而有问题隐隐难决 这十几天来 他轮换着 以蛮牛 莫灵作为坐骑 剑杂 以自身金屋画红 才能拖延至今 时至今日 气力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 有些底牌又无法透露 越是推延下去 也就越是凶险 怎么办 张凡皱眉沉思之时 滔天魔气 汹涌而来 八臂魔神 又追尽了 这样的过程 在这段时间里 已经重复了无数次了 眼看着又是一场追逃大战 至此关键时刻 张凡终于下定了决心 三天 最多再过三天 若是他们还不前来 那只好 拿着这个八只手开刀了 死定之后 他的眼中闪过了一抹绿色 在蛮牛的身上长生而起 就带出手 恰在此时 一个诡异的情况 忽然出现了 哼 大地轰然震颤 方圆数百丈之内大树 尽数倒幅 灌木 也为之歪歇 青草直接枯萎 魔气一收一脸 不尽的胸微 本来 极力警惕当中的张凡 漠然出了惊疑之声 刚才那惊天动地的一幕 乃是八臂魔神 豁然顿步 无边力量涌入脚下 硬生生地止住步伐 所导致的 十几天来 他还是第一次止步 肯定有问题 张凡心中闪过一丝明雾 神石 豁然爆发 横扫了周遭 谁 滚出来 同一时间 八臂魔神 爆赫出声 滚滚地声浪 恍若一只只 无形的大手压制 将方圆数十里之内的树木 尽数压弯 向着一个方向伏向 魔神 好雅兴啊 千年前 血神界一别 还记得 成某否 一个声音 漠然在虚空浮现 明明回荡于空中 却是压迫力十足的浑厚 单凭声音 若对群山之危 声音落下 先是一团黄光 继而赤 蓝 金 青 四色光团 浮于左右 从天而降 狂风乍起 群山都在乌野 满天的灵气汇聚 渐成五个清晰的人形 还有东华真人 虽是初见 成某也是文明久矣 黄光一宁 一个身材心长的中年男子 没心处一朵黄云 看上去温文尔雅 敦厚稳重 让人一见之下 而生出好感 前后两次开口的 都是此人 话音未落 这个黄云男子的周围 其余的四个人 也凝结出了人形 青衣 为老者 慈眉善目的样子 金衣是少年 锋芒毕露 眼睛几乎长到头顶上去了 红衣是一个壮汉 大敞开胸前的衣巾 露出浓密的胸毛 无论是头发 还是胸毛 皆成赤红火焰之色 最后一人 则是蓝衣女子 面相极致的温柔 一身蓝色发袍 随着风气贴附在身上 更是显得突凹有致 玲珑 曼妙的身姿 见得他们五个人 一个个的健身 即便是八臂魔神之 强横凶狠 也忍不住顿了一顿 没有马上发作 显然颇有些忌惮 他也不得不忌惮 毕竟不过三五成实力在身 还不到足以让其横行无忌的地步 眼前的五个人 皆非常人 浮衣现身 除却最早的那个黄云中年人 始终精气内敛 看不出虚实 其余四个人 身体周遭都有层层波纹引线 不停地扩散开来 好像空间都要承受不住 他们本身的压力一般 他们的气息之强大 甚至更胜过张凡所常接触的 竹九霄 凤九龄等人 也就只有尸弃道人这般决定的强者 才能够压他们一头 华神道君 眼前这五个人 是华神道君无疑了 黄云中年男子 虽然没有暴露气息于外 然而从其余四个人 隐隐以其为首的态度来看 此人十之八九 便是五人当中最强的一个 这般的实力 便是放在法相族门口 也足以让竹九霄紧张一阵了 恍若没有周天星辰图在手的张凡呢 让八臂魔神 还有五个华神道君意外的是 张凡不仅不惊 反而长出了一口气 四十字语 又似在对方所说 你们终于来了 嗯 你知道我们要来 哈哈哈哈 成谋明白了 黄云中年人先是一起 继而扶掌大笑 定是血神 九幽等人 把该说的 不该说的 都告诉你了 我猜得可对 从头到尾 皆是笑容满面 然而 此人的话语之间 隐含着肃杀之气 却是瞒不过别人的 此来不善 照然若揭 对也罢 错也罢 又有什么关系呢 张某只是好奇 平白在宗门内 恭候诸位多日 为什么迟迟不肯上门呢 老主人久等 非是做客之道吧 张凡的神情很是淡漠 语气间 却是掩不住的讽刺之意 摆明了 就是说他们 是无胆鼠辈了 说话的同时 他周身气息鼓荡 渐渐爆裂淡去 锋芒收敛 慢慢变得圆润 内敛 好像炽热的火焰燃烧之后 在灰烬的大地上 长出了清脆的植物一般 张凡的话刚刚一入耳 五个化神道君的脸色 就有点不对了 这是当着和尚骂秃驴啊 他们难道 还能自成那个时候张凡 有周天星辰图在手 他们不敢上门吗 黄云中年男子 脸上清气一闪而过 竟是生生收敛住了怒气 转而脱口赞道 好神功 气息变幻之间 他竟是轻而易举的 把握到了先天以目精气的气息 继而判断出张凡所修炼的 是先天以目造化觉的深浅 仅此手段就非同寻常 其余人等 却没有他这么好的风度 哪个凶毛孤生的红衣大汉 当即就抱贺出声 张凡小二 你还想在我们面前出手不成 井底之蛙 不知天高地好 这次张凡连哼都懒得哼一声 随意一瞥就把此人当作了空气了 江河万古 这人是本尊要的 不将其碎石万段 吞入腹中 神魂永生禁锢折磨 难解本尊心头之恨 成前锋 你是一定要跟本尊抢吗 八臂魔神的声音 道德后来如同滚滚的爆雷 在众人脑袋上轰然而过 朕的耳膜声疼 直欲穿口 江河万古 成前锋 张凡案子留心 八臂魔神 只把此人放在眼中 其余四个化神道君 在他眼里就好像不存在似的 看起来这个成前锋的手段 定是远超同期 小觑不得 伤头有命 成谋也是奉命行事 魔神 莫妖让在下为难了呀 成前锋 慢慢地应了一句 玄机 就好像把八臂魔神 当作不存在一般 没心处黄云一闪 浓厚的大地原力 以及一股莫名其妙的奔腾之力 瞬间回荡在方圆树里之内 俨然整个区域 堕入了另外一个空间之中 东华真人 束手就服吧 尚有一条生路 成前锋 好像生怕夜长梦多一般 说话的同时 摆了摆手 与其同来的金 蓝 赤 青四个人 应声而动 各站一脚 齐齐出手 八臂魔神 似为着成前锋口中的 上面有命 给分了心神 虽然也迅速出手 却是慢了一拍 四个化神道君 一个太古魔神 除却虎视眈眈的 江河万古成前锋之外 同时对着张梵 出了手 煞世间 天地色变 乾坤异味 恍惚间 张梵心中凭空浮现出 一种天地为敌 与那孤独的诡异感觉 偌大的天地 皆与敌对 天下之大 无可容身 这才是化神手段 近身于五大化神级别 强者的合机之下 张梵只觉得 和外界的联系 生平第一次 断了个干干净净 无处借力 没有灵气 甚至连天地的存在 也变得虚无 所有的一切力量 皆被对方助力 在这种无所不在的 强力压制之下 张梵的心中 忽然顿入了一片空鸣 冷静置于冷酷 看着五道攻击 四前一后 疏忽而至 别说是原英后妻了 就是真正的化神道君 也挡不住 这般强大的威能 甚至在大多数人眼中 这不过是牛刀杀鸡 枉费力气 要不是江河万古 成前锋强力压制 其余四个化神道君 压根就不觉得 有联手对付一个原英后期的必要 即便是八臂魔神 也不过是切齿痛恨 并没有把张梵看成是敌手 或许只有成前锋一个人 是例外 五个人的攻击越是靠近 他的瞳孔就越是缩小 与其余人等的不屑不一样 在他的心中 实在是把张梵摆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了 任谁能以一己之力 牵动灵仙界的气运 使得偌大的灵仙界 高高在上的掌权者们 为之大动干戈 轻力扑杀 都不可能是泛泛之辈 对此 他深信不疑 接下来的一幕 也证明了他的判断 四大化神的攻击极深的刹那 张梵冷哼一声 左秀豁然扬起 席卷而过 肆意屏障 拦阻在四大化神的攻击之前 哼 土黄色的木墙平地而起 四大化神攻击上去 不过层层连依 窥然不动 什么 四声惊呼 同时从四大化神的口中传出 同时受到反阵之力的影响 或亮呛或倒飞 一个个神色变化 皆是不敢置信的神色 在土黄色木墙之后 张梵的脸色瞬间苍白了一下 玄机露出了一抹击窍之色 不闪不闭 一袖再是一挥 硬汗 紧随而至的八臂魔神 砰砰砰 八臂狂武 法宝轮番的攻击 仿佛流星雨落 接连不断 最终 哼 八臂魔神 靠跌而退 数个硕大的脚印 轰入了地表 大地台一 此宝 怎么会在你的手中 江河万古 成前锋 终于动容 大鹤出声 原来是大地台一啊 此前被反弹出去的四大化神 皆是露出恍然之色 那种不敢置信和不甘之色 淡去了不少 如此的防御至宝 一时之间攻击不破 也不为怪了 哈哈哈哈 好眼力 接连接下五大化神级别的一击 张凡虽然溺血上涌 但还是强忍着气血浮动 狼声大笑 似有无限的欢愉在其中 张某告辞 诸位 少赔了 笑声方霸 张凡足下一点 几乎吓呆的蛮牛 连忙一甩头 埋头狂奔 其模样 不下当日 撞向枯荣老祖时的决然 你以为你走得了吗 怒吓声声 从大地台一出现的意外震撼中 回过神来 成前锋 八臂魔神 齐齐出手 甚至还有几个人眼中露出了 如火一般的热气 即便是化神道君 太古魔神 大地台一这个级别的至宝 也是弥足珍贵的 在滚滚声浪 化神级别的恐怖威势之下 满牛只觉得自己爹娘 给他少生了四条腿 无比羡慕巴比魔神 那八条粗壮的胳膊 没命地狂奔呢 一边跑着 他还不忘一边在心中哭嚎 完了完了完了 五个 不不不 是六个化神 俺老牛要成为天地间 第一只被六大化神 一起打死的震海神牛了 满牛心里明白 即便是再长出四条腿 也没有可能逃过后面的六个 恐怖存在的追伤 这世上没有一只牛能做到 就在他自怨自艾 自以为就要在这里 终结自己坐骑之路时 张凡的声音 忽然传入了他的耳中 满牛 你还记得 我交给你的那招吗 蛤 满牛激烈了一下 明白了过来 当日还在法相宗内 竹九霄和张凡 皆是难得地 对他表示了赞赏 对此张凡便交了他一招 并且让他练习熟练 满牛虽然不以为 这招会有什么用 但是主人吩咐 怎么敢不听呢 还真是给练了个滚瓜烂熟 这么说 难道咱们还有救啊 满牛灯食大喜 心中那少少一点 对主人的埋怨 顿时丢到了九霄云外之去 连连点头不已 就是现在 他正在点头如捣算呢 张凡忽然大喝一声 一只手掌 按在了他的脖梗上